在高雄市有一间化学工厂 昨天下午疑似是因为气温太高 让储存槽里面堆放的化学物品发生了自然的意外 消防局接获了通知之后 出动了多辆的消防车到场来借户 而附近的住户也因为这个化学物品燃烧之后产生的酸味 赶到了工厂来抗议 工厂的洒水系统不停地对着储存槽洒水降温 只见水一碰到储存槽的外壁立刻化作蒸汽 可以想见温度之高 消防队员出动多辆消防车到场借户 却不敢轻易涉水 因为燃烧起来的疑似氧化铝 还有其他不明的化学物品 库比较高啊 库比较高 就像飞气物一样 它其实就是不燃起来 厂房人员戴上防毒面罩 在现场不停试图降低储存槽的温度 不过却一直传出浓浓的化学酸味 但附近的住户实在受不了 也来到工厂关切 甚至还有激动的民众 向厂房人员抗议 这些人订阅这些人 这些人怎么可以 这些人就是抗牙 抗牙 好在经过半个多小时 储存槽的温度终于下降 才让大家许及一场 只是为什么会造成化学物品自然 还有带消防人员进一步调查